你又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然后测交流试电的时候 你看这个波形是看着比较舒服的 有时候呢 你自动状态下 它有可能不是5毫秒 比如说咱们调一下 比如10毫秒 你看这样也对 但是你看着就不太舒服 你可以升级一下 升级完之后呢 就可以大大的改善 你看我现在再自动一下 你看咱们看一下升级步骤 找一根数据线 一头插TC3 一头插电脑上 先按键头下 再按开机键 还出现一串英文 这时候呢 打开电脑上 事先下载的固件和软件 这个是升级用到的软件 然后这个呢 是需要升级的固件 双击这个软件 这都是解压缩出来的啊 然后出来了 咱们把它拽过来 然后找到这个软件 点它 就是刚才这个软件双击 这时候点烧路 就可以了 你就等结果就行了 我这是加速快进了 其实也挺快的 一分钟之内肯定能升级完 咱们看一下结果 看一下 马上结束 结束了 然后按下红色的开键钮 这就完事了 当你打开软件 提示驱动程序异常的时候 你可以找客服 再要个这个软件啊 虚拟串口 这个软件 我这个就是打开不正常 然后他又给我个这个 然后你安装一下就OK了 V7这个一双击 然后点这边这个安装 就完事了 这个很简单 安装完就可以识别到硬件了 然后就可以直接升级了 没有升级的小伙伴们 可以升级一下试试啊 就完事了